不管是白衣趴还是宫廷趴 国庆驾驶的私生活真的很热闹 时不时就往夜店跑 甚至每次聚会都有酒精助兴 这也难怪年仅23岁的她 才刚踏入社会一年就闹出人命 甚至还要自己的妈妈 替她向死者道歉 哭到气不成声 就只希望大家能原谅这个不懂事的孩子 但一家四口同住在深坑 家境状况其实没有很好 国庆驾驶是家中老妖 开计程车的爸爸 一个人撑起家计把两兄弟养大 他毕业后夜当起Uber司机 开始帮忙赚钱 但似乎是因为大学时期 就在夜店当调酒师 练就一身好酒量 朋友们都说根本没看过他嘴 可能就是因为曾经的调酒师身份 让郭庆驾驶自逝 能救后开车上路 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在这当下 他却没有想到 会因为自己的贪杯 要背上行则 练带家人也得胜受牵连 想来取得死者家属原谅 但却惹得一阵打 但这一刻他们只能低头 全盘接受所有的质责与漫漫 记者姚立场随欢 台北报道